大家好,歡迎收看《即時公略》 我是Vicky 歡迎文 這節有Anno做嘉賓 Anno 你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想問Anno 歡迎打來2046566 或者將問題電郵到 ASK或BSChannel.com 和WhatsApp到91571428 或者Facebook和YouTube 都做Live可以留言 或者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恒新指數最新報22529點 跌231點 國企指數跌67點 報告7,985點 大市成交暫時有673億 Anno看到今天的市場又跌下來 跌200多點 其實很多板塊的跌幅挺顯著 包括Kelvin提到的銀行股 匯控今天跌5% 因為市場對於美國聯儲局的加息步伐 預測的預測也有變卦 不再預期美國3月會加息半厘 預期25個點子的機會率會升到9.8% 銀行股之前大家都炒到火紅火熱 是不是沒有這支歌仔的了 當然 那個問題就是之前 我們經常說這段時間 你知道之前升什麼 今天匯豐跌回5% 你不會覺得很意外 原因就是之前升上來 因為預料什麼 其實對比起美國聯儲局加息的因素 歐洲央行、英倫銀行的態度 或者加息的看法更加之重要 現在說話滅了 所以說不單止是聯儲局環球央行的步伐 也是這樣 而最重要就是不加息背後代表著什麼 經濟前景更加明朗 很多金融企業上面 他跟俄羅斯固然是未來很多制裁 不能夠有業務上面的來往 最慘的問題是 為什麼大家對股市這麼動盪 為什麼股市經常跌下去 就是說 隨時說經濟前景不明朗 最壞情況 World War III 什麼都死 不需要討論的 但是普遍可以預示的情況 是什麼 經濟前景不明朗 很多企業 可能匯豐有些客戶 或者不同歐洲銀行有些客戶 那些客戶又不是直接向俄羅斯 但是那些公司 跟俄羅斯有一個密切接觸的關係 那現在不行了 譬如好像近期這樣說 德國制裁了 北溪2號停了 現在已經有消息說 在瑞典開北溪2號的公司 已經立刻破產了 所以就是說他們其他 會有很多潛在客戶 不行 所以股價是要跌下來 不單止跌先 甚至有機會偶突 所以你說這一刻第一方面 匯控這些 你不是猜 跌到什麼位置去買 相反地你應不應該繼續持續 應不應該繼續捱下去 所以我們之前說的東西是沒錯的 我們之前也是這樣說的 就是上回到60元的時候 很多人會立刻打來 說我持續了很久了 60元持續到現在怎麼辦 那麼久當然要捱下去了 當然你就會在事後角度 那時候60元不走 為什麼這刻 就是那時候60元也不走 你這一刻也不會走 與你無關的 你都坐了兩三年 你就坐下去了 假設去到真正 好像World War III 那麼大事件事 那時候你已經不會在乎 想走不走 去到World War III事件上面 所以其實 我覺得任何部署 在目前的市況來說 你只要邏輯地去做部署 那就OK的了 所以相反地 如果你今天看到市況上面 市況固然是差的 嗯 你看到那些油正在升 那些金正在升 那些鋁業股正在升 你先走去追 那就是有一點點不邏輯的了 現在市場就在派遣這些東西 那不邏輯地地做會有什麼好處 就是好側 好陰地 就是在事件不斷地發展 沒有任何舒緩跡象的 那些東西繼續升 你這位置追下去就有選擇 但當突然間事態變回 好一點的時候 他們會了 那通常出現什麼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為什麼 跟得不到貼士 然後衝進去 那你就會突然間 升又吃不到 跌的時候就關你 所以做任何部署 但我覺得這一刻的時候 這個市場上最主要你做足對衝 你說銀行股上面 如果你是短炒的話 你一定要定一個指示位給自己 匯豐那套 穿50元真的會很差很差 那你說會不會沒有機會穿50元 真是不行的 甚至那套其實你講的 連這支洋竹底部都穿了的時候 短線上不回今天是52元樓上 這一刻1元薄1元而已 你就是駁它短時間內可以上回51元樓 上不回就50元樓 所以你說現在你要衡量的 如果你拿著匯豐 就是應不應該 如果去到50元才指示你上不上 是 但是你說你拿了很久的 就拿了20多元那段時間 你都捱了住了 所以怎會叫你現在突然間走呢 長線擺 可能說地緣政治震動 就說沒事了 那它就會上回去 你現在說其實你會特別說德國 那些PPI 說了20多% 歐洲英國是否真的可以坐定 還是什麼都不做 不是的 那些加息衝勁有機會出回來 但是偏長線 短線這些會捱沽捱得很厲害 所以其實很簡單 你的市場其實這些股份 你是預計了會有很深的調整 會有很深的 就是沒有線沒有很深的反彈 出市了 那什麼都會死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你的股份 因為當你選擇說去不去撐住 按道理應該要的 但是你說不會這些位置馬上止洩 但是如果你短炒的話 其實就走一走 找機會再買回來 是合理的做法 所以這些短線就是風頭火勢股份 不要亂猜底 但是你拿了很久的話 都沒有必要走 但是如果近期才去買的話 就剛剛說設一些止洩位給自己 短線來說脫險位是52萬 上不分52萬以上 試一百天線 50元這些機會甚大 去到那些位置才會想出手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就看今天收什麼位置 如果收這麼大支陰燭的話 我主張會給的 但是這段時間 因為這些你知道是烏和局勢 裡面風頭火勢 守當其衝的股份 所以就是大上大落 簡單一點沒有露燭的 好像之前突然間反彈 可能會突然間反彈收補完 今天的下降熱口再落 都不出席 所以你說如果要短炒的話 我只能說 匯豐會好錯 是很難炒 定好一些落斜位給自己 好啊 Tony Hello 2600 中國女業 他想問 可不可以繼續開 今天很厲害 請錄個聲音 為什麼不可以 就是因為旅價升得很厲害 圖表上面又是升穿5.5 又是靈套來的 看回6元我覺得比較合理 甚至你說現在 旅價不斷地升上去 簡單一點 你看看4006不斷地跌下去的時候 這些是可以逆市受惠的股份 但是以對沖為主 所以你繼續拿著短線 在WOW局勢 完全沒有任何改變的情況下 這些股份 真的比較大機會是逆市期吧 就像我們每周一股這樣說 你要對沖 是要選這些股份 市場是不是去到這一刻 完全不用做對沖 都挺肯定答你不是 所以我覺得你有貨的 當然是繼續炸 不必要無端端這樣落斜 但是問題是幾千食戶位 這個就是難度 我會主張6元樓上 開始分段食戶 最樂觀的情況 如果參考以往之前制裁 俄女的經驗上面 你旅價現在有些人看到 差不多4000元 不衝上去了 去到7元 8元這些位置 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建議 6元這些位置分階段食戶 6元吃1元 7元吃1元 100元再吃最後那一陣 可能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分不了那麼多 一口氣過的話 只能夠暫時這一刻 我覺得就見過行步 定在5.5元這些位置 其他在5.5樓上 完全不會想走 穿5.5樓才開始去想 而一些比較重要的指示位 5元這些水壁 真的不期望2600這些要穿5元 所以你有貨的 我覺得你都預計了 起碼指示位要定 或者指賺位 我不知道你多少錢買 但是假設你近期才追 就是2番5元就幫你賺位 好啊 Fector就問 2382 圓羽瑟 今天跌7%下來 當你選擇繼續持持持穩 那你又要預算 你問題是 是不是應該繼續持有 看你甚麼心態 這可能一百多元的位置 就在哪 這是長線投資 現在短線市場 跟風險或納收 收緊 甚麼都要增 Nous 它當然來捱 但是問題是 你的個案是否這樣 如果你最近高位才去追 我只能說現在在炒的市場變化很大 在過去這半年 整個二三八二出現了什麼事 大家衝進了什麼元宇宙 ER、AR 很多個個等等 市場現在不是在炒這些東西 現在市場就是講驚為主 不會講到元宇宙那麼遠 下個星期發生什麼事?會不會打仗? 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講短線這些是最易捱沽的股份 而圖表上面也都告訴大家 一個雙頂甲局出來了 頂線位200元串 其實你看信譽廣學這些圖表上面 周線圖會比較清晰的 穿200元真的沒有運行 現在當然跌了一半 200元穿下來 你量度跌幅這樣算 起碼是150元 150元並不代表安全 不是的 150元就是量度跌幅裡面的第一個跌浪 那些數浪的位置 所以兩岸繼續持有的 看看你有沒有位置炸的 我看你從什麼角度去看 短線的股份是跌得最小的 你又要預計要走一個很深的V字 甚至隨著不斷地跌下去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說 股份越跌越跌的時候 那些壞消息通常就不斷地跌 因為主要一個問題就是 之前那些不梳力的利好因素 就會開始壞了 就是經常說那些退潮 才知道誰沒有著夫 現在開始在退潮了 你是不是對股份有信心 我真的沒有 所以你問我是手機供應鏈的部分 面對了很多都是手機零部件問題 出貨兩岔 你想想信譽說 我業績都還沒有出來 是 出了業績出來之後有什麼問題 那就再跌下去了 所以如果你這一刻繼續持有2382 的話 做定心理準備 起碼是150元以下的位置 你會不會出一個狀況 落到150元 問怎麼辦 所以如果你說 當你都沒有什麼想法 對股份的時候 應不應該教育持有 其實真的不應該 甚至說穿200元那些位置 其實都會不斷地想止蝕 去到這一刻 當然你會說跌這麼多 才走來止蝕 你會發現這一年很多 這些似曾相識的說法 阿里巴巴那時候是這樣說 很多人說150元才走 130元才走 120元才走 現在最近100元才走 這種說法是沒完沒了的 所以說最主要就是 你要對股份有什麼態度 有什麼看法 而2382面對著的問題就是 上年下半年 明顯地爬股份 當中包含著什麼 市場不斷衝擊最壞的時間 如果元宇宙概念 現在就是這些 開始bubble 開始爆了 所以短線來說 2382是這些 叫做比較抵抖的股份 我想暫時來說 特別你如果看 拿回日線圖 大家看的比較短線 你如果開一個技術指標 MACD 這個才是最拿名的 如果你看那個MACD上面 說的是sorry 你看那個MACD上面 應該就是sorry 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看MACD 近期才發出一些 利南訊號出來 這些叫雙紅訊號 在目前近期的市況上面 你找到圖也是 因為MACD一出這些數號圖上面 才是那些短線追估壓力最大的股份 所以如果你看這個圖上面 出了你自拍 是很遲的 今天才去put 或者止蝕等等 但是這些圖最怕是 斬眼間 轉眼間 再插下去 其實如果 譬如看另外一隻股份 你參考 前幾天 你看到這些圖插下去的時候 是 MACD剛剛才出 那個紅訊號 它會不斷地擴大 所以短線來講 二三八二這些股份 你懂得擔心 其實是應該的 相反地 如果選擇它繼續持有 有些什麼人可以這樣 繼續插下去 你百多元 一百二十元 一百一十元 炸到現在 你不介意利潤被人收窄的時候 你就有條短線 身分地你近期高追 這些位置 我覺得 要不就做定心理準備 可能跌到一百元這些水平 你OK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主張就是 當風險警號出來的時候 就算遲了止蝕 之前沒有做好風險管理 你這些位置 一定要先走一走 好啊 Victor 你考慮一下 斬了它 JT 問8度出了業績 我今天彈8%上來 其實沒有特別的 你講的問我 業績是否今天彈8%上來 但其實 中概股 科技股 經常都大上大落 你今天也看回 1024快手 突然間跌很多下來 我覺得 如果你看 在這個市況上 特別是那些風頭火曬的股份 你看到很短線 我們沒有什麼好結論 這個問題就是 你問我在8度 業績固然 現在就是說業績好的 事實是是的 業績上面有一點驚喜 是甚麼 你總要找些原因 我們就是說 所有交易要做得有理解 其中一件事就是 百度的那些 那些叫做 是不是 我不是很清楚 那個業務叫甚麼 蘿蔔跑手 就是那些 無人駕駛 的送貨業務 上面做得很好 是 但是你想一下這半年 買得百度的 看得很白好的 就是衝勁著這件事 那業績OK了 那對於那些人士來說 就想一下 可能是那些息務 相反地這樣彈完上來之後 如果那些科技股 今天其實主要不是那些科技股 零跌的 但是有些新的政策出來 或者說短線 那債息也是在抽勝著 就算市場避險 那債息也繼續抽勝上去 那科技股追跌 那百度就一樣有機會回到下去 所以你問我百度的感覺 又是講著 OK的長線投資 這段時間可以是一個收集期 但是突然間一口氣買 這些就很安全 不買 而最重要就是整集科放股 百度又不會是投資首選 對於基金來說 可能你可以有條件買百度 因為它基金多元化 那個鋪帶 不可能集中一隻在騰訊上面 買不同的股份 可以大割的風險 是 但問題就是對於一般散戶來說 我都老實地說 你可以買到多少隻 你的本金有多大 照理你買完騰訊 買完阿里巴巴 買完美脱 都很大 很少都會落到 可以有條件 剛才我百度上上 所以你說如果業績好 你真的一直有貨 有百度的話 那你就定好指涉位給自己 155元左右這些位置 可以拿著的 但問題就是突然間出完業績 才去買 我覺得遲不遲 會不會相關於短線來說 一些的食戶位 其實那個道理好像妄疑一樣 妄疑出來業績 又升上去 但你追了 今天隨著市房氣氛差 又會差不下來 所以我覺得那個角度 所以做任何貨物 特別你這段時間 大家都是以短線部署為主 很邏輯的 如果你中長線 港股 你買了一些OK的股份 就算百度近期跌很多 阿里巴巴也是跌很多 阿里巴巴中長線 可能有些人2017年的 為了開始暴處 現在最多都是打圓形的 所以要想回自己馬俠的時間點問題 還有近期有沒有面對著最新消息上面 科網故這一刻就是 我覺得 都是真的在前一兩個星期跌得太多 你看科子也是 你看科子就是 近期短線走勢在大約一至兩個禮 一個禮拜左右 不算太差 之前連升幾天 但是圖上面 是一些連五十天線都升不穿的資產 然後再插下去 一追跌就會很恐怖 所以科技股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好 先回答一下這大問題 10800 神話 上網多多 我看24元左右 這些位置 但不是真的想著短時間下去 最主要神話都是博業職的 所以你有貨的話 都拿到這一刻 按照你什麼價位買 我當你不幸運 你最高位買也好 很低位18.66元也好 什麼價位都是的 拿到的話 我覺得你總是博業職 博業職 博業派息上面有驚喜 短線煤炭價格的走勢 應該都會理好 很難借助 我們講得炒這些股份 真的不只是因為博業 煤炭價格會繼續升上去 博業是整間公司有一個很好的現金 所以我想暫時來說 10800 在這個市況上面 是比較沒有什麼去擔心 就是沒有什麼需要去擔心的股份 但是這個Term 不代表股間不會跌下去 只不過我覺得 這些市況上你要拿股份的話 拿這些已經叫做相對比較安全 而時間點裡面 現在3月份 很多東西都是以博業職 神話份業職有一定的衝勁 但是你要記住 就算派一個很厲害的特別息 因為我都講了很久 不會出到派息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神話太特別息 而記住 太特別息在短線走勢上面 在股價上扣 所以如果你做一些很短線的部署 衝高完一陣之後就要吃虧了 但是相反 如果你想做一些真的長線投資的話 10800是OK的 始終有一個很高的股息率在 所以我覺得這個股份 暫時這一刻的角度上面 真的拿著 如果你定一些短線目標的話 看24元左右 金金金金剛才錯誤了你說的238月 他問8、5元到時 在這個市況上 我剛剛說的238月 我們說兩多跌幅是8、5元 但問題是去到8、5元才算 到時入行是OK 我只是說去到150元 歡迎再來問一個 如果很短時間 一、兩天內 跌到150元 想到不想 現在市場上238月 開始越來越多理淡消息 譬如說蘋果供應不到貨給俄羅斯 總之你會找到當些東西在跌的時候 越來越多理淡消息 就算沒有太大影響到違感 但老實講 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大上大落 所以短線這些 當是開始追沽的股份 有這麼多理淡信號出來的時候 先放在裡面 假設未來 可能你的最終目標 都是150元買回來的 但過程可能你在150元摺的時候 再跌一閘 接著去到低位 我不知道現在亂說 120元、101元那些位置 你不可能那些位置先 或者那些位置是很上的 但是理性角度上面那些位置會很上指 最怕就是一指完事之後就上回去 所以結論 可能你最終都是150元買回來 但不需要這麼心急著 永遠都是這樣 一些良好的買入價 從來都不是在低位上面出現 在低位上面 就是被你成功搏中了 但是最終最後的情況 你長遠地做交易 都是輸越巨多 你成功一次 還有九次讓你淡消息 相反地就是當你見完底部 上回來了 那些時間買會比較舒服 所以當急跌那些股份的時候 你都不需要這麼心急去買 不要抱一個怕執書走保的心態 信與光學 其實我都不覺得是一些很差很差的公司 但問題是短線納沽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時間點問題 大哥 人家上年真的完全跑贏 好像印象是那些頭幾名的科子 上年科子跌差不多三十幾個巴仙 高位跌了五十幾個巴仙 那些股份已經完全跑贏了 那問題是太遲了 就是你近期太遲才買 而且那些東西不正常 所以我想 其實我留意我近期講的 那些短線追股 短線調整最大力的那些股份 普遍的共通點是那些基本因素 不是太過差的 有些什麼好像油邦 創科 2382這些也是 近期還有些 可能剛剛講的碧桂園 都不是那些特別差的內房股 但問題就是有些東西開始轉差 那些短線追股壓力 在特別市場現在的市場 收緊的情況下 是跌得最厲害的 所以我想暫時來說 這類型股份 真的不要怕執書地 設定位置 你這些位置買就等於OK了 相反地這些心態 在這些市場才最容易輸錢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2382就算你很有興趣也好 要不就月供形式 就不理會入價 要不就是靠一邊先 等它做了低位的時候 到時候才再想 哪些位置 譬如你現在想150元入 這個態度 但是你等它見完低位 假設低位就要低過150元 才去買 如果說這段調整的低位 真的150元的話 當然買不到 但到時候上回來的時候 你才上去 到時候170元買 你不會有太大分別 你不是想到為了收拾20多元 所以你說短線 暫時來說 2382這些是最大追股壓力 但是中長線來說 可能連尾了OK的 市場可能過了一段時間 又捱過 又想供應鏈會好回來 然後又拿回一些車載鏡頭 無人駕駛出來玩過 但到時候才算 所以我覺得 方法一就是越共 但是風險承受能力要高 以及心理質素要很好 會不會公公一下 開始停手 不會的 有些這樣的想法 所以你說2382這些 暫時說靠哪一站 好啊 這個時候我們來聽聽 間尼觀眾的電話 有位張小姐旁邊 張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你380 如果再低一點380 你猜你有沒有機會可以賣 380嗎 好 港交所 最近都跌到 1.6 可不可以380 入嗎 其實這個道理 這個就跟我們剛剛說2382 上次 你350元買了 是挺划算的 但問題代不代表350元 馬上彈上去 有機會 但是萬一插到320多那段時間 你就局錯了 所以這段時間急插的股份 很多時候我們說 基本面不是很差的 是 但問題就是 是不是沒有反映過之前的利好因素 你想一下港交所 很多大項都還是看500元 600元那些位 原因就是 還有很多第二上市回來的股份 是的 但問題是股價不是之前沒有反映過 現在短線 你說市況這麼不穩陣 整個市場風險會立收縮 大市就擺明是升市成交勢 跌市成交大 是 這些全部都是利淡港交所 那你會不會落到300元 這些極端的位置 我覺得不會 但不是沒有可能 所以當你350元 去接的時候 剛才那位觀眾說 去到150元買上去有沒有分別 沒有 可能短線來說 你最終都是350元這位置買回來 但是等它做完底 上回來再說 上回來 你如果未來350元 再中一個頭賣去的話 很大很大機會 會跌到去320 330 甚至去到300元都穿賣 到時候就不知走又不是 不走又不是 很難很尷尬的 所以300元跟別人 現在市況風頭火勢 不要想去亂去搏反彈 假設整個市況 突然間好轉回了 突然間世界和平 沒有打仗 大家都開心 當然你可能會失去這些帝位 但一下抽上去的時候 你在400元樓上去追分 假設你慢了些 400元左右這些位置買 港交交所這麼多利好因素 金融市場發展這麼正面 還有得上的 目標不僅是400元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些位置 任何短線部署都是 你不可能這些位置出手 還要買一些風頭火勢的東西 是 相反地你買港交所 你還是遇到中長時部署 所以又是剛剛那個道理一樣 你一是就分住級了 一住過 就一定是等它找到一個帝位 不要想著貪心 就是說有個很深的V型反彈 執書 假設真的有個深的V型反彈 好像剛剛說 突然間升一升 你才去追 不會太遲 相反來說 你短線現在最怕的是什麼 就是說 還會繼續插下去 所以我想港交所這些 就是放在一旁 剛剛有個家庭觀眾 它是420元買的 它沒有止蝕到 走不走啊 就是看心態 你短線的話 你之前不知道 現在就要訂指示碗給自己 我就主張真的說350元再出手 但問題是這一刻你走 350元又可能要再買 或者說350元再穿起來 你也要走 所以你講這些位置 我覺得重點不只是 我們不會在這些市況上 不斷用一些設定目標價 就是指示碗 純粹去控制風險 但問題就是你穿了位 你都不走 你就預計繼續捱下去 廣交所不好捱的 就是你問我是不是很有信心 是不是覺得香港的市場一定OK 長遠是的 但是未來一兩年我不敢保證 所以你講交所這些時間 短線我只能這樣說 上不分400元樓上 情況一定不樂觀 上分400元樓上 才是一些比較適合的投資環境 你說400元左右這些位置買 我猜你也是近期貪心的 那你就要吸取教訓 輸一盛就好 你不輸你不會欲痛的 所以你就當是吸取教訓這樣指示 但是未來股價上面 因為市場是錯的 你這些位置指示 的確有機會 隨時達到380幾 那些位置 是 那不奇怪 突然間一天衝警烏和 有談判 上去380幾 真的不意外 但到時候說那句 你有沒有這樣的反應 在這些位置的時候 想先走 你上到380幾 你就打算等下去 所以沒有分別的 我覺得如果你沒有感覺 你拿著廣交所 不如投降 當我吸取教訓 特別是短炒的話 記住就是在目前市場來說 不做風險管理 長賭 賭法很快就輸了 好啊 看看 Alina 問2600 又是2600 又是2600 很可怕 就是剛才我們說 你進入沒問題 充到6元 7元 8元 我們才有機會 但問題是你轉身轉得夠不夠快 2600 金、油、雷 這些全部都是在烏和局勢裡面 一些暫時來講 只要局勢緊張 會受壞的資產 但是會轉得很快 所以我覺得 假設你有浮費 真的有心痕 在市場上 你要找東西搏 是應該是乏830 搏2600 但不代表是特別安全 只是相對地 因為搏其他搏 搏什麼都輸 相反地搏這些 你筋好過 你硬要慢一高追 穿5.5米就走 所以如果你這些位置 進入2600 行不行 就行 如果你這個價位 因為你已經慢很多 你就要明白 一定要跟車跟得很貼 何惠斤施行得不貼,就是一旦市況局勢有好轉跡漲 或者你見不到好轉跡漲,但市場有些想法好轉 你看到金額又回落,尾債息又升 這樣的情況是一吋五個半,通常會發生什麼事? 你不會走,打算押下去,然後再插下去 到時候去到五元的位置,不知道怎樣算好 所以你講這些位置買二六年,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要轉身轉得很快,一吋五個半就可以走 上去又再買回去,中間會輸不少的手續費 適合短炒的,你能否做到短炒的部署 要跟事跟得好一點,不斷炒 真的沒有什麼絕對漂亮的買入價 中長線部署,這些位置有得軟 但問題是要定到五元做止施位,風險很大 所以我只能說,這一刻入二六年,遲了一點 不是太過底薄,但如果你在市場上要做部署 這些是我手頭上覺得比較安全或優先想的股份 所以可以入的小柱,我只能這樣說 好啊,剛巧Tony有883,10元有貨 可以看到11元嗎? 看11元,我又不會用沒有難度去形容 看你的目光視短線還是什麼 現在很多人說到油價上到120元,130元 高成是150元,拿回那字120元這樣算 上到11元,應該沒理由不行 假設油價去到120元這些水平 120元去不到12元已經噁心了 所以我覺得你有貨,你10元買得883元 起碼看12元,看到11元這些位置走油不是不走油不是 但短線,即是如果你做短線部署的話 真的你看東西很短線的話 11元是一些可以短線考慮的食物位 所以你講這些就是炒2600,炒883 這些我覺得都沒有什麼特別好討論的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局勢最緊張就會炒 但其實一定沒有直接炒原油期貨 或者直接炒金、炒鋁那些這麼厲害的表現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些中長線投資的話 其實10元買都不算很過份 你買來還有差不多接近6厘的股息率 所以883元其實你買得到 看你做短線部署還是什麼 其實我會比較建議推薦 就是定可能9元做止蝕 1元駁兩元左右 這樣會比較合聲 OK 2380 怎麼看? 兩會要留意什麼板塊? 兩會要留意什麼板塊? 新能源股、封電 我覺得近期走勢上封電是OK的 封電股的走勢是OK的 但不代表是轉勢 我就真的不敢肯定 但是封電股為什麼要炒 我也明白的 近期因為天然氣的相關股份真的好一點 剛剛又不是868又炒 其實我們在說一些很邏輯的 因為問題就是現在短線最怕的什麼股份 不老百固然是出現業績 但其實業績也是在反應這些 那些燃料成本升得很厲害 轉嫁不到成本出去的公司 都叫救命 所以同樣地就是 外圍上為什麼歐洲股市座比較差? 德國你現在看那些PPI 升兩成多的案件 很多成本是轉嫁不到出去 那些企業用不到天然氣了 所以就用油 所以這個導致油價升得多些 但問題就是轉用油 油價一樣都升得多 最重要的是 有些碳排放 污染 很多不明朗因素 所以市場上 你又要搞碳中和 你一定是逼著推些綠色新能源 但問題就是 我又不敢確認 那些綠能股 2380那些 新能源業務 是否代表前景一片兩賴 最主要原因就是 當你去到層面上還打仗 出動到坦克車 難道你還講ESG嗎 你不會去到軍事化 都用電動塔車 所以你講短線來說 這些ESG主題最大的是什麼 最大機會發生什麼事 當市場的風險為立 再進一步收縮的時候 怕了 要拋售那些 好像油邦 2382那些現在拋售 去到下一個場地 就是拋售這些股份 所以你說會不會打完就散 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主要的問題就是 在這個市場上 你還想兩會 你會不會太過樂觀 所以你講的 這一刻就是 我不會將兩會 成為我一個短線入市的想法 相反地就是 我會好奇就是 兩會可以查到什麼 拭目以待就是 看看他們可以查到什麼 如果你說查 你只想到那些 綠能啊 基建啊等等 但其實你見那些基建股 都開始 跌到一波一波 所以這個問題 你要明白就是 現在的市場就是這樣 對經濟前景開始感到明朗 兩會可能會有一系列的 找經濟政策 但問題是找到多少 內房股 有些強勢的 688那些都開始追跌 所以問題就是這樣 那些OK 以資會炒的東西 都炒上來了 你這些位置才有 我們就說會不會太遲 因為你不排除資金 一月份那段時間 應該開始做 部署兩會近的事情 所以暫時來說 就在買東西的部署上面 都不會主張兩會 一個問題就是 你如果很專注在兩會上面 你就會很容易 看漏了其他東西 現在市場的焦點 應該放在什麼上面 烏和的局勢 內地的經濟放緩壓力 你看內房股近期來說 就是 688那些固然沒事 但出市那些 剛剛就說的碧桂園 1918那些 全部跌到1.6 是啊 上個月就 即是2.380 或者2.0 這就是誇張 你上個月就說 3.380 是跌得很厲害 問題就是上個月 3.380 那它會不會還陸續續 有不同的內房企業 現在在害怕就是這些 所以我覺得 暫時來說 兩會很肯定地 就是會有很多 扶持經濟狀況 但代表不代表炒得起 就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 我反而覺得 不要把焦點放在兩會身上 那2萬 是否去到2萬點才買貨呢 道理跟2、3、8、2一樣 即是你落到2萬點 2萬點 只是這樣調整的第一個目標 可能會繼續插下去 可能最終就是 見完底 然後上2萬2的時候 才適合給它買貨 所以暫時說 你真的不用這麼心急買貨 你經常說 很怕撿輸 fear of me 收的話 這個才是短線 輸錢最容易的狀況 近期你會看到很多新聞消息 說 每次發生戰爭那段時間 都不應該去減輸 做一些長線 你會看到很多 巴菲特也是這樣說的 錯不完 但前提你要長線投資 你要無端端 就是預算這段時間 坐一個V型 所以你這些位置 去買恒指280 或者2382 那些沒問題 但你要坐一個很深很深的V型 我覺得沒必要這樣做 所以相反對 我們會主張就是這樣 當V型見底 開始回到你的時候 圖表上面都告訴你 有機會反彈 你才會博 所以短線 如果你要買貨 一定是用一些分鑄吸納的認識去罵 如果你2萬2開始分鑄吸納 等2萬 2萬太遠遠了 2萬2的位置開始分鑄吸納 我覺得還有討論空間 但如果你說到去到2萬 2萬才算 去到2萬那段時間 如果他真的打到世界大戰的話 大家撿包覆 坐墨子 都不會再去買貨 所以見步行步的 這些市況短線方面 好 回答這條1108 這隻是怎樣看的 玻璃 玻璃股就是短線 沽壓很厲害 就是燃料價格升得很厲害 轉嫁不到成本出去 股值要向下調整 868不可以 1108也不會特別好過 差點是何時開始還 所以我覺得都沒什麼好說 你說得悲觀 不悲觀 如果悲觀的一年 2萬都10萬 我不預期見到2萬點 因為在說 其實你問我是不是真的很悲觀 我沒有想過會見2萬點 亦都不希望見2萬點 但事實上 以目前的環境狀況 你不可能抹殺這個可能性 我不認為會打到世界大戰 但問題是事件上 是有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你做投資部署上面 你要明白就是 每個事件都有機會發生 是個可能性多少 這一刻你不可能完全抹殺 有機會打仗的情況 所以你講暫時 第一方面就不預期落2萬點 所以落到2萬點 你更加應該到時算 所以短線來說 的沽壓會比較大 但你剛剛集中一個108 玻璃股短線不想 短線最怕就是很多燃料成本上升 較不出的股份 而玻璃行業很大機會是幾種改 好 時間差不多了 亦都麻煩了 阿奴和我們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申報有否遲遇 以上的股份 有無遲憂 好 麻煩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待會回來回到其他直播節目 今日の議員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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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